一進入藥妝店 準台中市長盧秀燕 熟門熟路的拿起小提籃 開始採買 有的是兩姐 一邊有刷頭的一邊有 這種的嗎 間接襯衫搭配牛仔褲 盧秀燕看起來 就跟一般主婦沒兩樣 像走在自家廚房 穿梭在貨甲中 動作依舊快很準 卸妝油 牙膏 稀有面紙 沒有遲疑 拿了就走 買東西幾乎和洗澡一樣快 盧秀燕更自爆 除了剪頭髮 她從來不上髮廊 這樣省時省錢的原則 也貫徹在她的化妝包內 有一個分病 口紅 口紅喜歡用什麼顏色的 對 豆沙 有點偏豆沙的 對 假如一般的畫 大概都是自己 所以都畫 自己畫的話就畫很窮 對 粉餅口紅沒筆 看不到白貨公司品牌 通通出自開架彩妝 盧秀燕笑說她真的太忙 沒有時間逛白貨公司 這次的突襲 也讓媽媽市長 私下樸實清明的一面 意外曝光 接著陳思願將景城台中 採訪報導